你的主席指引而引致內會的規程 是需要修改這件事 就是內會會處理 首先第一點就是 如果這樣 你的主席指引有一部份 今天你說已經要執行 但是這一部份是未執行的 這一部份是相關到 第一部份你是下個星期要執行的 我真是想主席你想清楚 因為內會就不讓我們 在這個禮拜在AOB談論這個問題 這是會令到 我們兩個會的情況會出現問題 我首先想跟大家說 主席出了指示也有跟大家談過 當然大家 我可以約你談 不過你們是不談而已 不過不要緊 因為你的意見我收集了 大家坦白說 我都有 我沒有意見了 你告訴我 好啊 你是不是想我讀給你聽 我這筆東西全部都是 我回覆你的那些東西的 你們 我好奇怪 原來你給了我 我都不知道的 有20個人簽名 我為什麼 你不要跟我討論過 但是你有寫信來的 現在最重要就是說 請你等等先 你聽我說完先 我一定會有時間給大家說的 最重要就是說 我已經拿了意見了 拿了意見就是 那我也知道你說什麼的了 但是呢 各位同事 我知道大家呢 如果你這麼踴躍 你又不肯見我 等我痴痴地等 那你都不要怪我了 你自己就有個事實了 Anyway 我就這樣 現在事到如今 那個指示就出了 是不是 那我就不會收回 因為主席的指示 收回很沒面子 以及以後呢 以後的主席呢 都影響了以後的指示 不是 我當然有 我當然有 大家有道理才會堅持的 大家不用這麼緊張 大家不要這麼緊張 最緊張 不就是如果我是有道理 要我收回就沒面子了 我一定不會做的 坦白說 主席的事情呢 出了就不會改的了 不過呢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 再有機會討論呢 我歡迎的 你們呢 隨時可以來找我 我也都歡迎呢 去你們的犯規會 其實我 要求到很多次的了 次次都說不到 但是呢 我覺得如果那麼多資料呢 如果你們還是有疑慮呢 負責顧問也都信給了大家 希望大家看回這些東西